中国正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了乌克兰问题 拜登根本不敢出错 因为台湾问题才是重点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近日防务一号网站发表了迈克尔·舒曼的文章 他在该文章中称 当拜登以普京就俄罗斯在其 以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问题对话时 中国成了全球最关键的抗坷 乌克兰对视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中国大陆 将以何种方式以台湾统一 从而对东亚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使得乌克兰危机成为对美国而言 全球实力的重要考验 当下美国正面临着自苏联截起以来 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最严峻挑战 乌克兰的命运以美国和俄罗斯 以及中国的大国竞争密切相关 如果拜登的政策灵活 而且有点幸运的话 那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 就有可能产生避免俄军入侵乌克兰的结果 然而在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上 目前僵局依然存在 拜登的问题在于 这场危机如果处理的不好 还会对中国大陆产生参考意义 而台湾问题是美国将要面对的下一个危机爆发点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 中国大陆认为台湾这个分裂的省 正在朝着损害国家利益的方向飘移 就像乌克兰越来越远离莫兹科的轨道一样 蔡英文试图减少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 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 甚至在政治上选择100%的依赖美国 敌视大陆 华盛顿在一个中国政策下玩花样 不正式承认台北政府 但又不允许中国大陆完成两岸统一 而现实是中国正在崛起 但是正看着美国将台湾视为一种防止或压制中国 掘取的重要战略资产 这是中国大陆真正感到担心的问题 鉴于这一切 中国必然会仔细审查乌克兰为局势 以获取有用的情报 了解拜登使用了哪些工具来迫使俄罗斯退缩 假设美国对台湾和乌克兰危机的反应 可以相提并论的话 这本身并不合理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台湾从法律上讲是中国的一部分 虽然拜登已经排除了华盛顿当方面出兵保卫东欧国家 故意不明确对台湾问题进行军事干预的立场 在这一点上 长期存在的模糊战略政策 旨在威慑中国的军事行动 文章的作者认为 美国不会为乌克兰而战 但是有更多的理由为台湾而战 这是中国需要认真应对的 作为构成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岛链的关键环节 以及在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组建的关键共青链 台湾对美国来说可能更重要 而且台湾也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砝码 相比于俄罗斯 中国是一个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能以美国对抗国家 强大的有点可怕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地位也不同 拜登对乌克兰的选择可能会受到北约和欧盟的限制 他对普京的回应可能有欧洲盟友会仿效 而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可能会从地区盟友那里获得某些支持 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也在鼓动美军介入台海问题 这是导致台海危机的又一个大的诱因 美国商会的哈蒙德、钱博斯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不同 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在中国人看来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台湾问题 我不认为中国会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以莫斯科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挂钩 但就美国卷入的意愿而言 我认为他会看到同样的信号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核大国 美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敢真正的出兵 中国更需要关注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 但是对美国来说 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美国可以全面制裁俄罗斯 但是根本就离不开中国 不是中国需要美国 在很多时候是美国需要中国 这就是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底细所在 拜登在乌克兰方向不敢出错 在台湾问题上同样不敢 这将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中国当然会关注美国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 但是我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并不真的要看美国的脸色 我们会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时机摊牌 可以选择最好的方式 普京在乌克兰方向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但是不见得真敢入侵乌克兰 而中国从法理的角度讲 完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在任何时间节点统一台湾 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美国在未来可能没有实力 也没有理由来干涉台海事务 实际上这是美国一直坚持其模糊战略的根本原因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